人間苦空無常 遠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今集《知書式禮》第十四集 這集 Jakim想對一對言 之前開了一些承諾 就是會在這個頻道裏面說到一個金屏梅的 西雙雞、紅紅毛 這些在文學上具有一定的影響 和一定不高的水寵 今天我想說這個金屏梅 而金屏梅被譽為 是古代的四大奇書之一 其實大家會想起 金屏梅 又有那本《水壺傳》 盡量三個演義 第四本就是西雙雞 總共四本 超乎很多人想像的 估不到就是 很多文學家 都會將金屏梅的位置 超越了《紅樓夢》 其實《紅樓夢》 大家知道《紅樓夢》 作者是曹雪芹 在清朝寫的 其實它或多或少 是很受到金屏梅的影響 金屏梅 顧名思義 大家會想起就是 水壺傳 因為金屏梅 其實就是水壺傳 那裡出來的 一會兒大家會說一下 KIM也有再看多一次這本 這本《巨主》 當然它有很多版本 有些是劫本 和原裝版 劫本是給小朋友看的 因為這本比較香艷 大家會知道 金屏梅一定是 金字潘金蓮 這個屏梅 又是拿出第二個字 就是李屏兒 梅就是春梅 其實它就叫龐春梅 又是拿出第二個字 叫春 拿了梅字 拿了梅字來做什麼 春梅很多時候都會這樣遇到 好 簡單來說 金屏梅在水壺傳 就是第23枚 在水壺傳 你知道它裡面都很長 說到母蟲 沒有大郎 母蟲就是打老虎 殺一下殺一下 其實它是怕老虎 不過就喝了酒 橫衝直撞 無意之中打死老虎 那些人就當它英雄 還給它一個小官做 那些官就像官差一樣 就像現在的警察仔 那它就在水壺傳裡面 23回到26回 其實我們數了 23、24、25、26 即是4回 4回裡面 它就將它 作者就將這4回裡面抽出來 然後就把它化成100回 演繹組 有一個竹本 例如我們有時候去書局裡面看 都會有一些 就是說 一些結本就是 將一些很香用的東西刪除了 然後裡面又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它就加插了很多內容在裡面 那對於作者 到今時今日其實我們不可以100%確實在哪一位 因為其實它雖然有一個TITLE 即是它用了一個筆名 筆名 這個筆名就叫做南寧笑笑生 大家都以熟能唱的 那這個南寧笑笑生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它是誰 我們只可以憑推斷在它寫作裡面 但是可以肯定一件事 它是一個明朝的人 但是它就用這個 即是借古奉金 又諷刺當時那個社會的封建 或者這些東西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 就算即使大家 如果有看過的 那今集就當作回顧 那樣 大家又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 各個人看法不同 就好像自己的作品欣賞 那樣 但是如果大家沒看過的 不妨可以去 拿一本足版的去看一下 那我發覺 阿Kib就看過 就是 就是以前小時候 就看過劫板的 就將一些都刪除了 就是一些 所謂裡面 它始終都是一本 情色小說 叫做 古代的 那裡面很多 其實我看到 它所謂的 就是 情色裡面 它一樣是用詩句裡面 大家 有些很露骨的人 都會看到的 明白的 看得明白的 那好吧 但是呢 如果我們去看那個 原裝版 其實原裝版 雖然長很多 不過 它裡面 所謂的一個 那個 程式成分 在裡面 其實都不是多得很多 都是差不多 都寫得很隱悔的 除非作者 故意 故弄完 可以專門要 專門要寫一些 老骨的時候 他就會寫得很老骨 他不想老骨的時候 他就很喜歡 用一個 這個 這個 文語 就是 翻雲翻天覆地 形容 他們進行 性交活動 這樣 好了 說回 蘭寧小小生 蘭寧小小生 我們知道是一個明代人 以一個宋代的背景 來寫作 當時 我們去 含沙社影 奉刺 封建制度 和社會上的不公 有些人可以賄賂 官員是貪妝 有些清官 有些 大部份的官員是貪財 總之死了人 又可以沒事 總之你有銀兩就可以了 你肯送官救治 也不是 人們說 心不入官門 死不入陰叢 所以 為什麼說官門 他們這麼害怕 因為他們覺得 沒有公義 你進去裡面 先打八十 未見官已經打了你 然後 有才有勢 那些人可以 呼風喚語 或者掌控一切 例如說 一個 一個婢人 一個婢女 是一個 被人買來買去的 主人家可以 許判又可以 或者 自己才佔據 讓男主人 自己才佔據 或者他不喜歡 然後 踢他走 再賣出去又可以 賣到清流又可以 賣到記載又可以 賣給什麼人都可以 你可以看到潘金蓮 他的身世 還有 甚至乎 打死一個人都不要緊 因為當時的法律 除非有人去報案 有人去投訴 有人寫狀子 我們大家不要想 就像開封府一樣 激捕榮冤 包青天 去敲 其實就是 基本上沒有投訴人 其實死一個人 不是什麼事 他就不會怎樣查 總之 掠撞了他就算了 比如說 他打死了個妹仔 或者死了 總之你可以打他 總之就不會打死人 不會搞出人命 就算死了人命 也不要緊 比如那個妹仔 只是只有爸爸 你只要送些錢 給爸爸 擺平了那塊東西 那就沒有人保護 沒有人投保 沒有人投保 沒有事 所以當時 一些權貴是真的可以接手套天的 很多時候 去到官房府 裡面 他也不會去參與任何東西 裡面還有很多 例如在小時候 電影也很多 審死官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隔壁的師爺幫他思考一些事情 這樣 除非你有很多錢 在那裏告告告 告到上去衙門 即告到上去 這個 京師 你去到 北京那裏 然後上去皇帝那裏 那裏 或者下面那些 大官那裏 你還要在裏面食人 然後才可以 會處理你的案子 這些很多事 除非你有這麼多錢 而且還有一件事 當你去到這個地步 你都已經是 傾家黨產 其實你已經疏通很多事情 人物網絡 很多事情 社會 是很 你說不公也好 你說很efficient也好 我記得阿Kym 我記得以前 一直 一直聽著人 在我的成長裏 我一直聽著很多人 跟我說 其實 我這不是鼓吹這件事 千萬不要誤會 不等於我認同這番話 只是我的成長裏面 是不停有人灌輸這些知識 這些話 我不停聽到 就是說 越貪污 就越有效率 因為 他們可以令到 做得快些 加快的出道 做得更加的迅速 不用那麼慢慢做 那好了 那說回這個金屁妹 這個南寧笑笑身 這個南寧笑笑身 這個南寧笑身 其實這個名字我也挺喜歡的 他講到笑笑身 笑一下笑一下 好像稀皮士 笑一下笑一下 就是諷刺 其實笑著你諷刺 這個南寧其實 在古代應該是山東的 所以有人認為 也有人認為 應該是河南 開封一帶的人寫的 但是大家都有很多 不同的猜 即是 古 古不同的人 其中是以古 這個 黃世貞的人 是比較多的 他們會懷疑這個人 因為在完整本 即是這麼多刺 裡面 你看完 即是有很多版本 有很多的修改版 有些原裝版 等等 再看回 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覺得 這位作者 是懂得 坤曲 而且他還是 你會看到 他很多時候都是說 雙方要認取 一定是要先對一對八字 那八字 他們很喜歡的一件 就好像古代那樣 你懂什麼 那他就不會問你 方寧多 他一定會問你 譬如說 年紀大 大個人 即是大過自己 那你很多時候都要稱呼 對方做姐姐 那你見到 西門慶這位 這位 人兄 我就覺得 當然 這個是小說來的 一個角色 但這個角色 我就覺得 他 在我阿Kim看他整個版本 即是以前我小時候 看那個 結合本的 那現在 當然會看那個 長進的那個 那個版本 那我就覺得 我就不覺得 他是什麼 情色小說 小說 張茸小說 這樣看 我就覺得 其實他只不過 將一個 一般男人 由古代到現在 那個內心世界的東西 寫出來 即是說真的 在這個世界上 有哪一個男人 不是想要齊人 想享受這個齊人之福 不要說男人 我相信有很多女士都會 第二件事 我們再想一下 當一個男人 當一個人 不要說男士 好像有少許 racism 當一個人 當他有權力 有錢 連個勢都拿了 那你還不可以借手遮 那我又覺得 這件事 只是人性的一個弱點 而且都把人性的心態 暴露得顯露無謂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裡 首先說說 西門慶這個人 跟大家溫一點點 我很相信大家都看過了 不過這裡溫一點 方便一會兒我們說 西門慶 其實他父母 早年父母已經不在了 他只有二十多歲 娶了個原配 原配很早年就死了 死了之後 他就生了一個女兒 他只有一個女兒 沒有兒子 然後 再順便看一看 我們經常都說 三妻四妻 有很多人跟我說 其實很羨慕古代 因為古代的男士 可以三妻四妻 但是大家知道一件事 不要把矛頭指向孫中山 才可以 就覺得是一夫一妻制 改變了 現在形成了很多聖女 搞到要一對一 其實古代來說 都是一對一 都是一妻制 由頭到尾是沒有 他所謂的三妻四妻 只是形容 妻妻滿屋 齊人之福 這樣意思而已 以他很有錢的意思 但就絕對不是說 真的有三個妻子四個妻 好像皇帝一樣 皇帝只有皇后 其他那些可能是妃嬪 那個名字是不同的 古代都是說 只有一個妻子 只有一個老婆 其他那些叫妻子 OK 但是 你說為什麼他還可以再迎娶 除非一個情況下 就是說 原配第一個妻子 即是大婆 大婆 不幸早世 不在了 走了 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這個情況下 那個男人 就可以再娶多一個 做妻子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 叫妻子的 那這個妻子這個Title 當然是妻子 究竟誰做妻子 譬如我後 譬如其實大家可以很容易 一想起青門利 我們很容易就想起 什麼唐元宗 後公三佳麗 很多 被八舉二社 或者我們想起皇帝的 皇帝的 皇帝的 聖史 那其實皇帝 誰知道 有些皇帝 甚至乎超過一晚 他們連每一晚 翻牌 即是那個太監 拿個牌出來 要翻一下今晚 去哪一位 那位妻子 過夜的 他都不記得 他連妻子的命 都不記得 樣子都隨時不記得 超過一萬個 超過一萬個 鬼知什麼 還有皇帝有些很忙 有些真的 喜歡坐著女子 有時喜歡坐著女子 有時喜歡坐著羊 有時喜歡坐著馬仔 有時喜歡坐著馬仔 隨時隨便坐著馬仔 走到哪間房 就去那間房 過夜的 我曾經說過 曾經他們試過 那些妃嬪 為了要播下籠種 曾經灑很多鹽 那些魚鹽 無論是羊 或者是女子 他們都是因為 他們心理上 缺乏了那種鹽 他們經常要補充些水分 鹽分 他就會一見到鹽 他會一直跟著他 那條路去走的 就可以引到皇帝 走進來自己的房間 希望在彈球 有個綠種 然後就無憑紙櫃 每個都是這樣 後空街里的那些 那些 很多手腕 好了 今集不是說這件事 說回西門慶 西門慶就是一個 他的生意是靠什麼呢 他的生意是做藥 就是做藥的 有一間可以收拾不同的藥 所以他很容易收拾到 披霜 硫磺 硫磺 古代有些叫做硫磺套 這些東西 那些用品 他亦都很多很多事情 他都說到的 還有一些鞭 有什麼事 就用鞭來打那些妻妻 那就是我們懲罰的 就是剝光珠 然後才打的 OK 那這種剝光珠 大家想一下 用馬鞭去打 就一定是皮開肉 但是大家想清楚 當年 即是古代用的那種馬鞭 應該是一條 我相信是一條 好像皮帶那樣的東西 但就幼少少 是軟軟軟 一條皮的東西 鞭下去就會痛 會打到 但是今天 你就不會在這 今天的馬鞭 好像你去馬場 看著騎士 是一條長的東西 就不會像那些 那類的東西 那類的東西 不是和尚的東西 那些師姑用那些 塵糊的東西 整個一條長的東西 鞭下去 這樣去打的 那另外 順便一提一提 我們也可以拍 以後我們也會講幾集 就關於古代 例如皇帝 其實大家想起 大家會覺得 西門戲畫得好一點 提供本宮 劍回那時候 但其實 想起一件事 其實在明朝那時候 皇帝選 妻妻妻妻妻 不是妻妻妻妻妻 而且妻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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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哪些呢,就是大将军的女儿 当时有些朝代因为由于政权不稳 皇帝为了,要保障将军不会造反 于是就找这些很聪明的将军 他们有个女儿就会和他议判入皇宫 就是这样,一般来说就不能直接过关 即是选择进去准决赛,会选择现在选尾 现在选尾的人就穿三脸色的维衣 去曬自己的身形 但当时有一些记载,例如明朝 我相信不知是明朝,应该有很多位皇帝都是这样 在墙里面,在一个宫殿里面 当然选皇后这个角色是很大的 因为皇后是管后宫的,皇帝就是管前面的 盟武朝臣那些官员就要上奏 但后宫是由皇后去管的 皇后是随时可以去,甚至去打 或者去处理后宫哪个妃笨 不听话,他用什么的惩罚 皇后绝对有这个权利 皇后还有一件事就是说,皇帝定时定后每个月 规定有几多日一定要去皇后报道 简单来说,要和他过夜 只剩下那些日子里面才可以去其他妃笨过夜 所以会然之,一旦选了皇后 其实权力就已经超越了很多 就是很远的 那好了,那就是说回这里 那当时呢,当时曾经试过 有些,比如名前有些皇帝 他们是要晒个墙,清晒墙 然后要所有这些被农选的女士 那些少女,每个都除光 是除清光 然后呢,是要给皇帝有头 一路,即是说得难听些 就是有头,一路被人去看 到去脚趾,是全身都看光 包括那些尸柱 或者你说是一些特别敏感部 即部位,全部都要染过了 他是要逐个逐个去看 那他然后才决定 我找你做皇妃 那当然啦,皇妃这个角色就很特别的 即是,这个王太后 应该说是皇帝的妈妈 那才去看那个 批不批准给他做那个位 要不然就不能够娶他做 应该叫做正人 就不可能这样做 因为这个权力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 好像皇帝的婚姻 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 好像一个婚姻制度 其实他是一个权力的 一个中心点 是一个focus 好,再说回这里 西门呢 西门兄呢 我很喜欢叫他做Simon 那Simon兄呢 他是老大 他是十兄弟 那老二是谁呢 他作者还改名字 改得古古怪怪 可以看到他专专 所以叫做笑笑 笑笑生 他搞的东西 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搞笑的 他就叫做应八爵 加应子的应 叫做应八爵 那就是一个很破落的家户子 就是他家没什么钱 那还有一个就是老三 老三是什么呢 老三就叫做借稀大 那是稀大 他同音字 就是他欺大 那还有一个老四 老四就叫做足日念 那祝呢 那祝呢 就是祝福的人的祝 日念 日日在想 那老五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孙寡嘴 就是姓孙的孙 寡 就是 好优寡的寡 原来是寡嘴 那就是 老六呢 阿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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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呢 就是五点音的 那好了 那老七呢 就是这个呢 上事寺 老九呢 就是叫做 卜子道 卜是卜子道 卜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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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是死了 死了之后呢 又好像人家娶妻 又有后寶 后寶那个叫做花子虚 花子虚 提开这个花子虚 之后 你迟下 我们会说 花子虚 后来也是死了的 而花子虚呢 其实她有一个老婆 她的老婆呢 就是其中一个妻妻呢 就是这个呢 李平仪 那这个 李平仪呢 就后期呢 又是入了这个 就是 被啊 西门庆 就是 占据了的 那应该这么说 你可以说 把欧尔索 或者其他人做兄弟 最终的 最终的 第十 第十 就是自内创 自己理创作 那些名字都怪怪怪 西门慶除了这件事之外,他还有很多男人 西门慶除了喜欢用现代的术语,他又喜欢到处去列文 凡他见到任何女士的,他对的,看得上眼的 或者是他即时兴起的,他就立了他,男友你我你立了他 或者立即占据了,霸了 首先第一件事,你要明白古代一个男士的地位是高高在上,是没有女权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见到一件事就是,不要说是妃笨 不是妃笨,sorry,他不是皇帝,因为我经常想到他 我一想起他,他好像皇帝那样的生活 他譬如说他的妻妾,除了妻妾之外,妻妾也有些女孩带来 有些陪家陪过来的,有些是他自己请回来 就是服侍那位太太的,那位夫人的,他们也有一些阿华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阿华都是和主人 用现在的术语是有怒的,应该这么说 那好了,他甚至乎除了所有的阿华之外 譬如有些叫书童,书童是男孩来的 那就是说真的,那些年轻,你可以洗他做那样,送一下东西 送一些信,或者外面买一些东西 那些是小朋友来的,但是呢,他也和他搞的 用现在的术语就是暖童癖 他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时候,整本《甘萍梅》里面 都时不时会说到什么转后庭花 大家知道什么,这些不需要我多说 大家知道我说什么了 那这个,譬如说,后庭花这一样东西,即是江交 江交这一样东西,就不单止是和现在一样,即是和今时今日的社会一样 不一定是男同男,他也可以男同女,有很多情况 他说到和书童去搞后庭花 而那书童又和另外一个书童去搞其他东西 就搞到很,我不敢说用淫乱这个字,但就很混乱 在我角度,我只觉得很乱,因为很乱很乱 其实这本书是很乱的书 这本书是作者专专于社群共联 就是要形容他存在在一个社会里面 是可以真的这么,这么无限制 真的这么,那个思想范围是无拘无束 是无限的,是极度的,很极,即是很极端有极端 你想到有几端,就几端 他看的东西比威斯利的科幻小说 他可以有这么专,思想上,在思想的世界里面是无穷无尽 你想得出的东西他就没有,OK? 那无论他玩多少花式,在性爱方面,他都会有的 那还有,他除了这些,有些是良家妇女啊 有些他是叫了自己兄弟,长脚勾二嫂啊 那有些呢,他就硬来啊,有些是有些妹子又跟他搞在一起啊 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甚至乎他就很喜欢 和十兄弟一起呢,就是那帮人里面 那帮人里面就是,出去哈哈爸爸 那他去收高利泰的嘛,西门庆 还有一份生意的,就是收高利泰 那你想想,赚的钱是不几什么 那你不要看少高利泰的了,高利泰可以起钉 大家想到今时今日的事情,当然是不合法的 但是在他的角度,在他的那个年代 他就可以由不合法,变成合法的 当然啦,我刚才说了,因为社会不同 那另外就是,他还可以说,比如他冤枉别人啊 说人家是,人家可能没有借过他钱的 他选要冤枉别人,借过他钱的 例如,他好像有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有一个叫李平义的人 李平义呢,就是,是李平义 李平义呢,因为呢,花虚子那里 花虚子死了之后呢,他那边是 他那个有很多财产的 那他就拿了老公的财产 那然后呢,就想着,其实他一路呢 在他老公未死之前呢 他已经和Simon Hing呢 就已经呢,是 讲得难听一点就有了的 那然后呢,他就很想 当他自己那个先生,后来死了 在衙门那里,又被人捉了 搞到他回来之后 那后期呢,他有一段时间呢 就,就是和Simon Hing呢 就有一些,有冷落了 有一段时间的 那后来呢,他又跟了另一个 那就是执药的,一个执药佬 那后来呢,这件事被Simon Hing知道了 后来就是,他发觉 后来应该这么说 应该说,他后来就发觉 那个男人呢,就是 满足不到他 不够Simon Hing 就是,Simon Hing在当时来说呢 在那本小说里面来说 就根本上除了是 有才有势 连性方面 他都是,连皇室里面 都会向他请教的 那你想想这个人是什么 而且就是,就是 在他手上的 曾经 占据那个女人 是无数那么多 只不过 金平梅这三位呢 是她特别 就是心爱的,很重的 三位女士 应该这么说 那我也都知道呢 比如金平梅里面 那个位 金是这个潘金莲 那 潘金莲呢 其实有很多 一直以来 有很多人帮她平反 就是说 其实潘金莲不是一个人妇 她只是 为自己的幸福 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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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追求她自己的幸福 她的心性很可怜 父母又不在了 这样 又丢了去 由一个家 由一户人家 又买去另一户人家 然后又被人污辱了 然后又 也会强行被人嫁去 嫁去 嫁去被那个 毛大郎 毛大郎又迷又乱 这样 就是说到完全 跟她匹配不起 还有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说 在金平梅里面 这本书里面 所有那些 比如欧华 或者是西门庆 看得下眼的人 都是有一定的才华 第一件事就是 在古代里面 不是每个女士都会 都会 读过书 读过书 但是呢 他们个个都有些技能的 比如说 潘金莲 他一样是会写诗词 会写字 对嘛 会看字 另外呢 他会弹琵琶 会玩一些乐器 很有文采 另外呢 西门庆呢 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 他还说 差不多说到 就是说 每个女人 跟他性交完之后 都很向往 很根源地 做他奴隶 做他性老的 那好像这个 这个李平儿 那样 结果后来发觉 嫁了给第二个 跟了第二个人走 走完之后 就发觉 那个人根本上 在性方面 是满足不了他 他结果最后都是 甘心命的地回去 希望西门庆 是迎除他的 那当然呢 又被他打 打完之后 有一场 风云 叫做 翻天覆地 有几转 一搞就搞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刚刚说到 本小说间 讲到很夸张 就很 内淫尋美 那好了 那然后呢 他不单止 拿了这个女人 还拿了他那些 这个女人的 上一手的丈夫 那些家当 那些钱 所以 简单来说 是财息兼兽 那 你可以 有很多人 在当时的环境里 可能我相信 有很多人 他认为这些贱婦 人妇 或者是怎样的 但是 我相信大家 如果在看这本小说的话 就可能会看的 要比较 阔一点 就未必会 我相信今时今日 如果他看一本金平梅 就绝对不会 觉得是 只是一本 程式小说 简单来说 一本 就是这样的 喂 如果你说程式小说 得金平梅吗 尿齋够有 《红楼梦》也有 《红楼梦》也有 《假宝玉》 《遗珍》 那一幕 很多东西都 有说 只不过就是 《金平梅》这本 它的地位 甚至是 其实《红楼梦》 在文学史上 很多东西 地位都很高 但《金平梅》 比较更加高 甚至《金平梅》 根本上 和《水满船》里 平起平坐 所以这本 我觉得如果大家 没看过原装版 正版 即 不是他修改篇 那些薄薄的东西 真的值得去看一看 但是 一方面 不要想着 就像他看一本 当是看一本咸书 那样 就完全不是 因为他里面 你会看到他 他会一路 唤醒你很多古代的东西 然后一阵阵 你会想很多东西 但你想的东西 就未必会只是 只想一样 就说 回文湖 原装版 里面 他里面 都没有说到 真的 怎样搞化 那他当然会说到 什么 两只鞋 弹开了 绑紫了 吊在床上 三部床 有些什么 说些什么 然后在坑里面 怎样做 转够多少度 这些 我相信他一定会说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有很多事 他都没有什么 怎么说到 其他东西 譬如他只可以说 他去到 平同大婆睡觉 那样 大婆就好像 真的好 大婆在 这本书里面 就好像是 怎样 他是在 一个 只是敲经 敲经念佛 就是稍为 守护道的人 这样 一会我们说下去 大家就会想到 很多东西 西门庆除了 占据所有的女人 还有一个事情 时常 就是在清流里面 清流有很多 卖艺不卖身 但是其实所谓的 卖技 结果在西门庆的手里面 都是 其实 卖身或者卖艺 在他角度里面来说 结果都是一样 即他可以说到 卖艺也可以 透怀信譜 这样的 里面包括这个 比如这个 吴银儿 还有一个 这个 朱爱爱 他用的名字也是很特别的 还有一个叫 李三妈 李三妈 有一个女儿 那个叫李桂姐 还有一个就是 黄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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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 生了两个女儿 其中有一个女儿 叫做 黄鹿儿 黄鹿儿 最初 民兴 就托人 受人所托 就要找一个女儿 帮人生孩子 那他就去做 媒人 西门庆自己去 去挑选 但当中 当然有些 是他自己 有搞过的 就是说真的一件事 后来呢 这个黄鹿儿 就根本上 在 称呼上 其实呢 她就是这个 韩国道的太太 但 但实际上呢 又是 和这个西门庆 又有一些 瓜葛的 以至到 三明兄后来 死了之后呢 王角道就说 有一笔钱 那笔钱是一千多 两的 但是 王鹿儿就说 要不要给他们 不如拿一半 不给他们 不如 那个先生就这样说 然后他自己就说 要不要给一半 完全是不需要给他的 因为呢 我老娘早已被他佔够了 还还什么钱及他呢 那 好了 后来当然 西门庆的家族里面 就是想想想 一个人 要周围去挂掉那些女人 就是差不多在城里面 所有有名的 没有名的 看得上眼的 他对的 撞到的 都立了回家 放在后 就是好像在家了 那他家应该很大 应该很有钱 可以养活这班人 那这班人呢 在后面有空 没有东西 这班女人在后面 搞事搞非 就是说很多是非 很多东西 那需要这个呢 五月娘 五月娘再补充一回 后来她的大婆原配死了 所以她再可以娶多一位妻子 去paste 大婆的位 那个就是这个 五月娘 五月娘呢 其实大过 大过西门兴的 那应该 据我记得呢 就不知大过两年三年 所以她每次都要称她做姐姐的 那但是呢 其实 看上去都有一点点 挺搞笑的 每一次 就要跟姐姐去 去避行房 那这样 就会被这个 这个 这个 五月娘去拒绝 那甚至乎 有很多 因为后期 这个五月娘 就是大婆 这个五月娘 就是 都很年轻而已 二十多岁而已 那就是 那就是 当时她说到 大概二十七岁左右 那 好了 那已经叫大婆的了 叫老的了 多年 那他们就是 因为跟她 整天都很想呢 跟西门的家族里面 都是单下一个男婴 但是呢 就是 留了一产的 那后来一直都找不到 那结果就有 相信一些算命先生 那要邀请一些术士 那去他旗上 苦上的 那以前呢 就是怎么样呢 都是同现在一样的 就是找一些 譬如算命佬 或者怎么样 就叫他们回家 就帮他们去看 去看相 或者去算命 或者有些什么秘笔 就可以生孩子 或者怎么样 那他们又要用那些方法去包些什么 用一些小孩 穿过的衣服 然后又不知道 沖茶喝 沖符 又说可以生孩子 就是很多谋略 那大家 大家当一本小说去娱乐 看一下 就算了 那好了 那西门卿呢 还有一个东西 我感觉到 他好像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西门卿 就是去拯救 天下间所有的女子 脱腹海 那样的 好像个个呢 在人家中的老皮呢 他又去和别人搞在一起 他朋友的妻子 他又去搞别人 朋友妻子的阿华 又去搞他 不单止西门卿 他搞到 周围所有差不多 我相信 在他那个城 在当年 可能在他那个城 差不多大部分的人 都和他起码都有些 有些 云语 都有些关系的 那OK 那再加上呢 他说他 隔壁 就是隔壁 隔壁隔壁 一位寡妇呢 又会送定 定时定节 有些什么 就虚寒问了 会使一个 叫一个 妹仔 送些东西 给西门卿 去吃 去用 那些东西的 就是他连隔壁的 那些 太太 夫人 寡妇 他都 什么都去搞的 就是这个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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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他之后那些 就不是妻了 妻子是德国的 那之后呢 那些就是妾氏 妾氏呢 那我也是叫 就是 用现在的现代术语 我们叫做 依奶 依奶 依奶就是这个 李娇怡 那李娇怡是什么人呢 李娇怡就是一个 魏妓 那在青楼里面 魏妓 都是一个 虽然我们现在看就是 一些魏妓 我们现在把这些魏妓 就可能 就是等于现在的术语 就是明星 OK 但在以前呢 我们很看不起一些 妓 那女人已经地位落下了 而且他沦落封 他不管你是 就是 卖身也好 卖魏也好 总之是魏妓 那 那这些魏妓呢 当然有他一手 那这些 他家族里面 就是他西门的家里面 当然就是 很不希望 就取多几位魏妓 因为其他那些 所谓 他们自己叫做 良家妇女的那些 就会觉得 咦 可能在策略上 不够这位魏妓斗的 就是会斗 在斗争方面 角力可能不够 无论是 性技巧 或者是 这个 就是 外交手腕 或者是一个 御夫術 方面都可能 未必在他之下 所以就 極反对 那当然 他们会用很多 就是 封建制度之下 的话 就是我们经常想到 一件事 什么叫情呢 情就要指负礼 但是 他现在这本书 偏偏就说很多 是情欲 是说到欲 欲 欲就是 他是 抑咬不到 那好了 那这个就是魏妓 然后就是第三位 第三位 就是这个孙雪我 孙雪我 给我的印象 就是因为他曾经有一幕 就形容 就形容阿孙 形容这个 李平仪加入 就是这个 李平仪 应该是这个 花子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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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那个 十兄弟里面 其中一位 就是应该 原本记错 应该是第九位 那就是他死了之后 一起夹手夹 搞死了之后 那就是又是买通 那些人 那就 然后就将这个 李平仪 就打算 娶回家 那娶回家 那娶回家 那时候呢 好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有说过 他说 因为当初他见到这个 孙雪我 那时候 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因为他觉得他不像 他说 当时那些女士 就会展示很多 那些法差 用金的 用很多很多东西 他因为没有什么手势 所以他就看不起他 他就觉得 咦 这个是什么人 他就直接问过这个东西 那从这一点 我就感觉到 给阿Kim 感觉到 就是孙雪我 其实是一个不喜欢打扮 或者不是很喜欢show off的人 就是不会戴很多首饰 叮叮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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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他见到他適合心头号的东西 好像是一个石像 古董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他看都上眼的 他都拿回家 有你没你拿的 我钱又不买 这样 似世宁人的 就是换世不公的 你可以这样说 这个也是人性的本品 他一直这样 买的买 拿的拿 得不到手 就抢 抢不到就 甚至洗还手 你可以看到这个 他得到潘金莲的手法 当然 你说潘金莲是否一个人妇呢 你说西门庆是否一个艰夫呢 如果这样看的话 我觉得 黄婆这个角色也是一个很值得去讨论的角色 如果他没有了黄婆这个角色 根本上 就是 一个你说他法效法能也好 一个你说他人贱也好 专利勾引也好 都未必很难成无事 还有一个很正义的人 就是这个武宠 说到这个武大郎 根本上就匹配不起这个潘金莲 说真的一句话 那 潘金莲又懂得做针子 好了 那说到那里呢 就是 是的 有李平仪 有潘金莲 还有一个 是的 到当那个西门庆死了之后 他交落 就直接是 那些钱 有些人是他收费的 那个不是不还钱 不还钱 就突然间没了很多收入 之后呢 还有些人就是说 他约那里又被人 又被一个陈英济 就是他有个叫陈英济 他的女儿 就许划了给一个 男人 那个男人 就是他的女婿 他被一个女婿 就是他的名字 很简单的 叫陈英济 那我经常跟我 有些学生说 就是叫他做Economic Channel 就是我搞笑而已 那好吧 那有个这样的陈英济 那这位陈英济 就是做什么呢 早期其实他已经是 你想想他一个女婿 而已 为什么他会把 新闻庆会把自己 唯一的女婿 会嫁给他呢 就是因为这位陈英济 他的亲戚 亲戚就是这个杨提督 那杨提督 大家知道他高 官阶就很高 那俗语有云 就是朝廷有人 是好办事 那当然 可以高攀下 所以就决定 把女婿 许划给他的 但是这个陈英济 就对他的女儿 绝对不是一个 绝对不是好的 那里面有看到 就是他 西门大姐里面 就是形容 西门大姐后来 是吊颈自杀死的 那就是因为 被陈英济 打获金的 那陈英济 而且 西门大姐死的时候 好像是24岁 那样 24岁 要自尽 那自己的丈夫 就出去 搞好多事情 还有一样 就是说 当他们 当这个阳提督出了事的时候 那时候 就要抄家 就是 就是 猪狗族 那样 他们要为了 西门 西门 知道自己都会 連累买的 所以于是 又去 就是买通一些人 那去 就是 搞定了这段东西 就把女儿 和女婿都 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家 回到娘家 回到自己的家里 就是住了 那这个 她的女儿 就和这个 陈英济 就是生了两个儿子 那两个儿子 都接近来住 包括那些工人 那 而他们的工人 西门庆 又和他们有路 那好了 后期到西门庆死了之后 这个陈英济 就直接 其实陈英济 一进去西门家里面之后 就已经出轨了 又是 好像 变成另一个 西门 西门庆的V2 西门庆不在那时 有很多事情 因为西门庆不管是 西门庆始终都在外面 家里已经有大堆了 已经大落了 他外面还要再去 还有很多 他的忙 还要继续找年纹 他不停找年纹 不停找年纹 不停找年纹 直到死亡为止 直到潘金玉 给了三个春药 他下重了药 加了酒 加了料 然后喝到精进人望 当时那本书就是说 我提到 他是套了所有精 然后还有血水 最后就是说 醒一下又不醒一下 醒一下又不醒一下 最后就一命乌腹 死了 这样的 后来到他死了之后 就个个走得走 这个宣说我 甚至乎 在那段时间里 就打算撇 在家里面 在西吴家族里面 就是偷了些钱 就打算走路 后来就被那些 事从里面那些家庭 就看到 就被他绑住 绑住 就把他送去衙门 那结果呢 去到衙门那里 又出了很多事了 后来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看《甘廷梅》 就不要当他的情色小说来看 不要当一本咸书来看 因为前半季 很多时候 因为有一个新闻庆 这个角色在 就说到他 有多极乐 就多极乐 有多淫乱 就有多淫乱 去到一个无穷无尽的世界 他这个世界是可以 即是无论你搞后庭花也可以 怎样搞都可以 即是说得难听 用这些术语来说 搞到生亡 都 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出现的东西 去到这么瘋的 你能想得出的东西 他只能想得出的东西 就会发生的了 但是后半季呢 你就发觉完全不同了 当西门家族 即是 已经是西门庆死了 他堕了 然后呢 你就发觉 那些人开始出古画了 那出古画呢 就是 他怎样出古画法呢 那他出古画呢 一天电话阿震 OK 那出古画得来呢 那他就是 这个会 他就开始 就 霸佔了 西门庆之前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有些就是 又被 五月娘去变卖 因为他们不听话 或者偷了钱 或者是 就是 通奸 私奔 走路 就是有些不同 各个都发行不同的东西 就被人们送出去 卖回去 譬如 潘金也是送回去 叫皇婆 拿回去 那样的 那好了 那还有很多都是 请回秘妓 叫他回清流 那样的 那后来清流姑娘呢 又再 会回这个 陈英济 那陈英济 那陈英济 甚至会去做黑衣 那样的 去到街那里 还去到和尚寺里面 就是 很惨 那有个老道士 就是去收留他的 那我道士 收留他 原来又喜欢搞 搞后庭花的 那 结果搞下搞下 就搞到 那个 那个道士 他也是 钱被他管 被陈英济管 管到这样 那些钱被他洗完了 因为 陈英济 也是西门庆的V2 用钱 去 就是 包养 然后洗完钱 那后来 老道士都死了 那后来 那些所谓的丫头 又可以变回 又 又丫华 就变成妻 妻前 那又被不同的 就是 那些 那些官 就看中了 那又迎娶回去 那又遇到一些好命的 就不用再做妹仔 被人娶了回去 那大婆就死了 那他顶了上去 那样 坐正 那很多很多的 你看到 所以 金平梅这本书 真的 的确很值得 看的一本书 那里面 他也有说到一些 譬如 叫 这个 韩慧年 韩慧年 也是跟西门老兄 有些老的 那还有 小诗 他形容 小诗其实是一个 代表而已 就是简单 就是一些书童 那还有 他也会和人家改名 有些叫 琴童 那有一些叫 代安 那又有一个叫 玉蕭 那 就是 大家想起 玉蕭这个名字 都会想到很多 那又有一个 迎春 那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我记得叫什么 有一个我记得叫玄蕭 还有一些 不知叫做 总之很多很多名字 他想到的名字 那这些都是和他有 戀童癖的 那有些呢 戀童得上 就是搞到 潘金莲是妒忌的 那潘金莲就 曾经 我记得他说的一件事 就是说 你不要去搞些书 和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西门兴呢 就是去搞些书 和家里面的家丁 那些小孩子 小孩子 小孩子 去戀童癖 那他说 转完人家 就转他 他说 就不要转 在那些书团那里 转完 就转在我身上 那他写的东西 他写的东西 就真的写得几个东西 那 好了 再加上就说 他尤其是 那 这个 金平梅 他一开头 就由这个 王婆那里 扣过 麦里 那个 那个 叫 辉哥 辉哥 就是跟这个 水污转一样的 他搏回到水污转 那他就说 最后 那是 到 潘金连 沦落到很惨 那时 就有这个 被王婆 去到王婆 又被打发 回去王婆那里 那王婆 就 又当他卖了 就要一百两银 那 曾经济 就籌不够钱 回家 就发觉老爸死了 就拿了几顶金 想着熟 今年 又熟不到 他又不停去找 比如这个 这个 春 他那几个什么 雪鹅 酸雪鹅 曼 曼玉柳 不停找不同的人 但是 个个都熟不到 尤其春梅 当时 已经是一个 一个 搬玩世家的 一个 就是 妻妻 那样 所以他又可以 已经是可以 可以帮回 这个 曾经济 后来就说到 这个 潘金年 最后也写得很惨 就是被一样 跟水户传一样 就是 被母虫 渣渣低低 就说要去 熟悉他 认取他 哄他 那 潘金年 当然觉得 你们两个都和我妈妈生 为什么一个这么丑 一个这么高大 这么英俊 那其实 如果在这里来说 我都挺喜欢一样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说 潘金年是任賤的 我觉得 我又觉得有一样东西 一个女人 或者一个男人 选一个 看得上眼的 又 一样东西都这么标志 其实 不是一个罪过 而已 不过罪过就是 一个封建社会里面 一个 结婚的女人 去欲饮 一个熟仔 就真的 好像在情理上 很多时候 都是 道德标准 突然 那后来 他就说 扮演出他 后来 就是将 母虫 将他们 引到他家 结果 就生劏 他 拿了他的内藏 出来 制造武大郎 当然 又将王婆杀死 这个 后来的结果 是这样的 最后 他说 他将每一个西门家族里面 所有的妻妻 那些东西 其实大部份都是 用仪家朔语 不得好死 那 只有一个 就是五月亮 五月亮 就是 他说到他 因为他是很有道德 是一个业妻良母 亦是一个念经 是一个很受辅导的人 所以他就是 很长寿 后来 在西门死了之后 即时 后来 他就立即有了 西门卿家骨肉 因为第一胎 是流了 古代人流了 因为医学 没有现在那么显名 他很难再生 有第二胎 但是他就很 说他念经念得多 就是一个小说样讲 就感动了神 然后他就变了 有第二胎 第二胎 就刚刚是 就改了个名 那个叫孝仪 但是很可惜 一样东西 就是说 因为他是一个很读信佛教的人 下下就去 在妙语里面拜神 问卜 算名 而且他辞家有道 后来他享年有七十七岁 再加 我忘记了七十岁 就是七十岁 好像七十岁 就说 在后来 就找了个代安 就去收养了他 就找他做义子 即是契仔 就收养了他 他自己的儿子 就去了 这个道观联殿 就做一道 就是批道 那就是 你可以看到 是挺实乐的 一样东西 你猜不到 有少少是 就是 你和想的东西 是不同的 那比如说 尤其是 你想想西门庆 当时 他是知道要被牵绵 他甚至乎 他说了一样东西 他用钱去买通了 这个礼部的上书 礼部上书其实不是很大的 席位 但是他连那个右相 也买了 就避开抄家一事了 因为其实这里又好像很势力 因为当 朝廷有人好做好办事的时候 他是黏住这个 陈经济那里 因为他的亲戚就是提督 但是当提督 一王帝要抄家 那时候他怕死了 立刻就拿钱 不断打 不断打 够得就够了 花了很多钱 他的钱好像是用不完的 那他就去 贿路了这个 这个 这个尼部上书 和这个右上 当然一层一层打 一层一层贿路上去 当然是花了很多钱 于是 他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把西门庆 改成假庆 两个字 就是把西门两个字 就变成假 假保育的假 叫做假庆 那就被了抄家这回事了 那你可想而知 然后这个 曾经 其实简单来说 在现在的术语里 其实他已经立刻就已经入罪了 就搬回去梁家 搬到梁家 他不但没有好好对自己的太太 那他还没有效法西门 西门庆的工作 到后来西门死了之后 他更加就越来越疯了 那这个 吴月亮 吴月亮 他还不好似 就是他管家里面 就是他做了一个管家 严妻梁的角色 其实可以看到 西门庆一出了他外面 他就在后宫里面 就是后面的他的家 西门家里面 他就叫一些人 就是说 他知道 心里面知道 其实要管住 那些二拉 三拉 四拉 五拉 因为他丈夫出去了 免得这么多闲话 而且他自己屋里面 就很多 又多了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叫做 女婿 西门庆的女婿 就是这个陈英仔 就知道他和金莲 最初他都不相信 后来知道 就把他扔走 但是在中间里面 他都不相信 太多是非 他就叫他在西门庆 离开了 我出去做事的时候 他就要锁上大门 不让那些人出去 或者是怎么样 甚至是 原宵节 也要他出去走 其他那些 就是二拉 三拉 才够敢一起出去 那这个春梅 其实是个女孩 后来只不过是 服侍这个 潘金莲的女孩 但是后期 当然 他突然间 就是 一朝就飞到 便服王 那 而这个李平仪 其实阿Kym 就对这个李平仪 他印象 比较深刻一点 因为这个李平仪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评论他 就说他怎样坏 怎样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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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西门庆 那西门庆就财息兼收 又拿了大笔钱 然后呢 就唯独是这位呢 李平仪 也是帮西门庆 是担抵了一个 南婴 那这个南婴 最初呢 他就因为这个南婴之后呢 西门庆就做 他当然可以买个小棺来做 那买完的棺 又升职了 那所以呢 就将这个 这位小朋友呢 就叫做 官哥了 那一个年轻 他叫官哥 那后来呢 这个李平仪呢 也都很 就是很 突然间就转晒性了 就立刻因为有 就好像用现代的术语呢 就有仔万事足 就抱着个BB仔 睡觉 那西门庆呢 又是想做 就是又想和他陷放 那 而这位李平仪呢 就以一件事 就是说他自己的M 那 就说呢 再加上西门庆睡觉 他抱着 就不想吵上一个小朋友 那 就用这件事去reject了 就是拒绝了 不想和西门庆 甚至乎他跟我说 你会找到今年啦 你去找其他位啦 你不要走进来啦 这样的 但是西门的人 就一定是强行的 那他就 他就 他居然呢 就命令那些阿华 不要忘记 那些阿华都和他有路 那就命令那些阿华 就拿一盆水进来 就叫李平仪去清一清潔 那当时李平仪呢 就用了他的话 他就这样说 他说 一个女人的语经 这个 乌康在男子汉身上 那就康庄康系系的也霉气 那他们很相信 就是说 日灰 就是有些有些霉气 就是不要找啦 就是说真的 就是用现在睡觉 就是粗红灯 那我到死日 我到明日死了 你说要找我吗 就是你看到是 当时 他们都是比较迷信 而且他们都是 在性经验那方面 不可以说没有 但是是不足 因为他都有 你看到那本书里面 那几层里面 都会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他里面都会说到 他有不同的性命品 他也有不同的流氓套 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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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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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当初呢 这个西文兄 当初呢 为了搞李平义 令到李平义 可以营取李平义 进来西文家里面 他那时候搞定了 这个 花子虚 花子虚也是他的 十兄弟里面的兄弟 其中一位兄弟 他就搞到他死了 就是用这个 就是 他犯了一件事 搞到是 上了官厅 然后就搞到半条人命 回到家就死了 死了之后呢 在那里拿了大拔遗产 那这件事呢 西文兄呢 西文兄呢 就是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跟无数的 男女 老 友 人家的太太 兄弟的妻子 丫环 书童 以至到 皇亲 各戚里面 那些妇女 他都是 跟他们有 不同的姓氏 那当中呢 他就最喜欢用一件事 后期玩到呢 就是开始用春药 那春药呢 就是 就加些酒 以前喝的酒 就是那些黄酒 就是 黄酒 那些是不同的酒 那好了 那起了一个 你知酒和药 加上那种 发挥的那种力量 就是很 很难 很难以估计的 那如果他overdose 吃多了 就会死人的 那 最后他也因为 死在潘金莲的手下 因为他 正常来说 应该趴下的 但是他趴下的 怕他 因为他 当时 因为这个 西文兄呢 就是外面搞了很多事情 搞了很多个女人 搞了很久了 到他回到家 今年 就不甘寂寞 就搞了他 想搞到他兴起 但是他也是没有反应的 于是他就 就到处去找 问他 你这些春日放在哪里呢 一拿 就发觉自己 只剩下四粒 四粒 今年就自己吃了一粒 拿走去送的 另外那三粒 就一转过 就餵了给 这个西文兄吃 这个西文兄 最后就是 吃完之后就死了 后来这个就是 李娇二 又是因为 就是 不规矩 又是在那里鬼混 然后呢 就被 你记住了 一个丈夫死了 这个妻呢 角色就很大了 就立即 变成当家了 就将他送回清楼 清楼 买回清楼 送回清楼的意思是 就是当时他有多少钱 去买回他回来 现在就可能用一个 又另一个价钱 去买回他出去 那好了 那有人接了去清楼 又做回 妓女 那样 那今年呢 就和曾经在一起 那 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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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呢 就是 我常说吴月梁 因为有时候 我们为了要记 很多时候 就是说笑 那吴月梁呢 他生了个叫孝哥 因为由于这样的情况 终于可以在西门庆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的 应该说西门庆未死之前 他搅完 然后呢 后来呢 才发现了有个种 而这个种呢 他居然留了产 还可以保住这个 第二个孩子 然后呢 他就觉得有要去拜山 去了泰山 泰山 那泰山是比较远 一出门又要几天 那去到泰山那里呢 又说到这些 佛道啊 那些和尚 又不规矩 对这位呢 五月梁呢 都是有不规矩的东西的 要令到五月梁大声叫的 那他就和这个 和这个五大球一起去的 那也有些家丁 一起陪陪她的书童 那样 那回来发觉呢 潘金莲呢 就和这个曾经济 是有奸情 于是呢 春 又将这个 潘金莲送回王婆 即是 买回王婆 应该说 那春梅呢 又和这个曾经济 又是有关系 于是呢 就先将这个春梅呢 就是卖走了 当他卖走了之后 赶走了之后 赶走了之后 就再赶走了这个 就是卖走了这个 潘金莲 那但是呢 卖走了之后 后来知道 潘金莲死了 就是因为那一百两银 那 又被母重困了 潘金莲和王婆去他们家里 那里 然后在他那个 武大郎的年前 是殺死他的 去祭祀大哥的 那有一天呢 就说到 吴月亮 就是 阿月亮 我们简称 去他自己老公 就是三明一坟那里 那里 那里 一定是遇到另外一块地方 那遇到另外一块地方 那里 他想着去看那时候 那时候呢 他又很信 那些 他很守抚到的 那又会因为 那丈夫死了 那他又去定时定期 去拜閉祭她 那一段时间呢 就遇到呢 这个春梅 春梅当时呢 就是那时候 之前说了 被他卖走了 卖了之后呢 就被那些官梅 就娶了她回去 就坐正 做大婆 最初是做儿子 后来做大婆 那在那时候呢 那 说去春梅 春梅这个呢 我们也不能失色 他也是一个很 你想想 一个官位的官员 他觉得他是貌美如花 他觉得他 他还是很想迎娶她 他知道他去西门街 可以找到她 他还是死心不息地 还是想随便娶她 知道西门兴已经死了 想娶这位为妻 那你想想一件事 那春梅就一定是 就是说真的 其实 可能因为我们将这个focus 放在潘金年身上 其实西门兴呢 我相信呢 他其实很多的 拿回家的 都保留在那里的 那些样件 就好像古董 那样件 都有他的 有他的尾在那里 不过就是 可能不同的花瓶 不同的颜色 那样 只不过就是 他一次过拿了 花多眼暖 看不完 还要在外面再买 又再掃货 那他一旦不在那 他的古董店 他那间古董店 就是被人家 走的走 抢的抢 就全部 健健 其实健健的 其实是义步 你可以当那些女士 如果你把女士 认为花瓶的话 或者一些古物的话 就变成这样的情况 我可以这样去比喻 那 于是呢 他就遇到春梅 那记住春梅以前 就帮这个 潘金年 做他女孩的 但后来 看到潘金年死了 春梅 那时候 已经不再是一个丫话 他已经变成了 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夫人日 那时候 他还去拜祭 阿潘金年 去他的墓 那里 当时 月梁 大姐 第一位 看到春梅 那时候 金飞色彼 跟以前 已经不是叫丫头 那样 那已经 对他态度完全不同 还称他做姐姐 那你想想 一个年纪 和一个年纪 就是两个年纪 差不多的 一个背份比他高的 反过来 以前当他是女孩 他买来买去 要打就打 即是 家发事分 又打一点都合 即是当他一个 妹头 但 居然有一天 他变了夫人 其实连称呼都不同 你可以看到 世态严良 然后 有看到 这个孙雪娥 在家里偷了东西 被人捉了 后来 捉了他 应该又 更搞笑 这个孙雪娥 本身 就是和孙雪娥 和万玉楼 一固 潘金年 和春梅 和李平儿 有一固 李平儿生了个儿子之后 根本上 不想理这群人 李平儿 其实挺惨 他自己 有了个儿子之后 就已经什么都不理了 他自己的家当 拿回来 又落在西门家的手上 他自己 又是 被西门的家族 都没什么 理会他 他是个小朋友 小朋友 他们个个 就很不抵得 他和西门 兄生了个儿子 其他房 就没有和三明兄 生了个儿子 唯独是大姐 大姐 即是大婆 大婆生了 又留了产 又很希望再生 所以大婆 其实就 比较相对底下 没有那么小器 他觉得这件事 就是说 总之事但一方 帮他先生 生了的 总之可以继后香奔的 他都会好好地待她 这里就可以看到 后来 这个孙雪娥 孙雪娥 本身是个不喜欢打扮的人 但他都需要持 他都需要 在西门兄死了之后 他就在家里面偷东西 偷完就打算走路 结果被人捉了 捉了之后 后来春梅家 刚刚就是掌管影部 就是说 不如不要 不要惩罚他 捉他回到我家里面 服侍我 他有机会可以虐待 这个孙雪娥 你可以看到 女人和女人之间的 那种仇恋 那种 这个完全看到 而我最记得 他里面还引用了一句句点 他就是这样 他说 落架的凤凰 不如鸡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昔日的阿华 如今 成了夫人 同时 这个万玉琅 又有 万玉琅 那时候 他们已经说 这些叫什么 战货 或者那些 有这么差 得这么差 结果 也有人去认取他 那 其实 去到这里 就真的 我就觉得 我看到这里 我真的有反省 尤其是 其中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正是世间 海水 之 深浅 海水很难知道 深浅 但是海水都可以知道 深浅 唯有人心难存量 唯有人的心很难去存财 那 尤其是在三明卿 就是 精进人亡之后 那一幕 之后 整个家族都已经变了 那当然 万玉琅 一听到 有位官人 以前有些叫官媒 帮那些官人去做媒人 有位官媒来说 要娶自己 哇 西闻卿就死了 那他又有人 做人来娶自己 立刻 诈诈想 明人以前去写白字 立刻找人去送白字去 叫人写白字 写什么白字 他写白字的意思就是 他可能就是小小小像 就想办法 找一个好的白字 对方 应该会 一个 砌得挺漂亮的白字 王夫益子 然后送过去 他那本书里面 也会说 金平门里面 也会说 他原本37岁 立刻命名 写白字的人 就叫做34岁 就是 捕小一点 白字 然后交给 这个官媒 叫桃妈妈 桃妈妈 结果 万玉琅 后来就真的被人捕入李知远的家里面 陈经济以前跟李虎暗地里面 曾经他做了乞业 又进到到市里面 被人去搞后庭花 然后就 后来就是 被这个万玉琅 帮了他 他甚至前去万玉琅 他在万玉琅里面 就是 要求万玉琅 跟他1200元的价值 万玉琅当然不会 他还跟他老公说了 结果 识破了 他老公 就是万玉琅 李知傅 就用方法去拆桩架 说他偷东西 然后就把他捆绑 然后捕了他 那 好了 捕了他 这件事识穿了之后 后来好彩 这件事捕不到 就是捕了他 后来也是捕了他 后来也是捕了他 因为觉得证据有些问题 那他就叫好名 就走了回家 回家之后 西梅大姐 总收到听鸭话 就知道这件事 跟他大拆大闹 拆了下 最后 还被这个 陈英仔 毒打 打得很 打祸金 结果 他在24岁那年 就是 那时候 他自己 吊脚自杀 那自杀了之后 那 在 你想想 啊 西梅兄死了 他女儿 发生了这些事 那你想想 他大婆 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要住在前公道 那他去告官 那告官呢 但是告官结果 只是觉得 草草了那件事 始终都是 只是叫他 脸撞了 他太太 就算了 那他就 求求妈妈夫妇 脸撞完 所以呢 这里是说了一句话 他里面也有 随到人生 魂不通 吉凶 禍福 无兼行 只因 风月 将自陷 岂知 天道 不昭明 早知 成败皆有明 信暴 以行 黑暗中 我相信 这番说话里面 如果 对于一些很多人 经历过风风雨雨 那个人 如果 如果 一身人 是大起大落的人 有些人 一身人 是很平淡的 有些人 那些魂 是大上大落的 正如 Yakim 一直都有做 宣明这个工作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有做 名盘 八字名盘 或者开盘 我以前还没有斗数 有很多事 我看到很多 客人来找我 当时 有些大上大落 问你什么时候 在跌下 很惨的 有些就跌到 下跌了 升业都升不到上去 有些 我们算命最怕 就是平的 没话可说 真的没话可说 他们都很平均 很平均 很平均 他们的所谓的起伏 都很美 我不知道大家 刚才我说过 那句 隐英句典 有什么感觉 但对我来说 我看完 真的很有感觉 再加上这本 金屁梅 故事 一说到西门庆死了 各自走 把焦点放在 陈经济 陈经济 看到阿华 又变了凤凰 那一个个逐个阿华 逐个她的妾士 以前 三明星的妾士 逐个逐个去 又想去勾搭他们 但是 做不到 那好了 那后来说到 这个阿华 其中一位阿华 就已经是 那位春梅 应该是 就已经变成夫人了 但当时 西门家 就已经是 家到中落了 就一阵不复 已经是一路落落落 连大姐 就是那个 不是西门大姐 那个叫做 五月娘 五月娘 她里面的家具 连床都没有了 她问一下 第一房 第二房 她又说想看一下 人家见到她作为她的夫人 那五月娘 都会答应她 但既然她 那么有心 舊地从有 但她就在那里住 开了锁 门就锁了 开了锁 然后逐间逐间看 看看发表那些家具 为什么没有了 就问一下 另外 五月娘 因为家庭的生活 家庭 所有的 知乎 所有的 都找不到 于是 她最后 都是要 怎么卖家具的家具 那时候是 那些 东西 一件一件 甚至乎 买了 她才可以 什么 真的很可惜 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很失识 就等于好像一个 我记得 我记得阿 Kim 曾经拍过 以前的 在026有一集 就是拍这个 那个去到金督园 金督园 又称为金督花园 以前 其实金文太 就是 香港其中一位 前任的总督 就是 一道的 前总督的 一个花园 有些 例如你很害怕她 她在行山 做一个圆 可以休息 那时候 放得很漂亮 很漂亮 好像虎帕别墅 那样 很漂亮 或者是景仁里 做得很漂亮 但是后期 到我们去拍摄 那时候 就已经很残疚 一个行山人士 他经历过 差不多拍恐怖片 那样 大家如果有兴趣 都可以看回 香港026 或者是 金仙子的 频道里面 其中有一集 就是讲开 回忆那集 就是回忆牌 那个 选 选材 就是我们选 拍摄的地点 就是那里了 那里我回想起 就是说 所以 当中我特意是想 去回 好像京华秋梦 就是 春华秋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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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compare到的 那这里令到我也觉得 有点失色 就是 那个小说 金平梅的小说 讲到 三明星的 家里有多漂亮 有多少位 就是有多少位 砌尺满堂 但是 几年就去到这样 那他其中里面 还有讲到 当时 春梅去到到房的时候 还在制制 西文 三明星的 放了很多食物 制制品 放了一张 叫大白仙桌 那什么叫白仙桌呢 白仙桌 又令到 我小时候 家里有一张 白仙桌 白仙桌 就是一张 一张长方形的 桌 但是很大很大张 很大很大张 就是很大很大张 塑膜的 黑黑的 就是 一张 一张 大家如果不知道 什么叫白仙桌 可以上网搜尋一下 一看完就会明白 我讲到什么 那张白仙桌 我记得 就是在乡下的 那现在那张白仙桌 都在华姨家 保存得挺好的 我想起白仙桌 白仙桌 我又想起 一些 就是 一些童年秘 那好吧 金平梅的结局 就是 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孝哥 孝哥 孝哥就是在新闻慶 唯一一个 季后香灯 但是很可惜 就是这位孝哥 之前有位叫官哥 官哥就是和李平宜生的 孝哥就是和五月梁所生的 而且是新闻慶死了之后 才出世 那这个孝哥 其实就不是真的他的儿子 这个孝哥就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代安 就是一个书童 又是和新闻慶 又是有东西的 当做他的儿子 那他真正的儿子 那位和五月梁 第一胎那个 第一胎是留一层 第二胎那个 就去了做 就是 入了剃道 那 那 那最后呢 去到这儿呢 他就 就是我又想起一句 在那里面 我想起他 我只可以 Akim在这儿 做一句 就是结束 这本书 OK 就是这个金屁梅 这个 或者对我来说 他感触很重的 就是这个 就是他说 嗯 烟雀 池塘 池塘 把话痰 烟雀和雀 雀一定不同的 烟雀是贵好 就是价值 就是价值 当然有 有凤和 有孔雀 OK 那但是 烟雀是少的嘛 属于厚料嘛 麻雀是几少有的嘛 那好吧 烟雀池塘把话痰 大家五分高低 大家在这儿聊天 小度纷纷有预言 是的 那大家这个 不用解释了 大家都明白了 衰有临终同非了 貴贱高低 拔入半 那的确是呀 Awa又突然间 可以变成夫人 夫人又可以突然间 死了又 反过 如果那个丈夫是重 那些丫头 或者一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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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 就是一个大婆 给大婆 好像曾经制那些 就是有些是随时 是被她打 或者被她 被她虐待 如果那些妻子 是可以合在一起 来欺负大婆 欺负妻子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就看看 有些妻子很短命 就死了 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 譬如我 判今年 32岁死了 死那年是32岁的 那当然这个在虚灵 小传里面 如果用当时的方法 他们这么相信白字的话 每次都要找 算命先生拿白字的话 那好了 那 由于他们有认取 就经常有 讲到很多的婚礼 那些礼节 又送多少宅 什么 送什么 当时还有了水晶我 水晶我 我也很想知道 水晶我 是什么 这件事 我都要去搜索一下 那就不要猜了 另外 还有一件事 他们又说到 就是说 除了可以这样 就说到 妻妻满堂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如何去贿禄人 如何去拆妆嫁和人 如何去勾搭别人的太太 然后就一起去杀害亲夫 就是做了很多很多是 灭绝人性的事情 那 但是反过来 一件事 我们又会心思一件事 这个就是人性 其实人的心 是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可怕 那 今集我就想由这里 去到结尾了 那就希望大家 如果觉得还有什么 有什么 觉得大家可以拿出来 讨论一下 或者是什么题目 都欢迎大家 可以 送一些E-mail给阿Kiem 那 今集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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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